对不起,我的善良很贵 作者董卿 善良是很珍贵的 但善良要是没有长出牙齿来 那就是软弱 我们都知道善良是一种美德 对人要和睦,处事要豁达 可是现在这个社会越是善良 越是会变成被欺压的对象 当一个人饥寒交迫的时候 你给他一碗米就是解决了他的大问题 他会感恩不尽 但是你不断地施舍 他就会觉得理所当然了 人性都有贪婪的一面 时间久了,你的一碗米不够 两碗不够,三碗四碗还是堵不住他的口 尽心竭力的也是杯水车薪 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你若好到毫无保留 对方就敢坏到肆无忌惮 心肠太软,容易被当软柿子捏 膝眼太好,容易被当缺膝眼看 最初的善意帮助也会变成最后的恶意后果 也许你行善不失,广极善德 举手之劳的小事并不会导致什么大的损失 然而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期期 当他的所求得不到满足,反咬一口时 你也最容易成为无辜的受害者 没有棱角的善良,不仅不能向世界传达你的善意 反而输送了你的雀意 没有原则的善良,让真正的朋友寒心 让不值得的人永远不懂得 不可侵犯四个大字 你这么好,一定要帮我哦 你这么好,一定不会拒绝我吧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听到这样的话 一些人出于面子,不好意思拒绝 可是,仔细想想,我好,我就一定帮助你吗 何况,我好,并不是我帮你的理由 做一个有棱角,有锋芒的善良人吧 懂得用智慧,成恶扬善 在好人那里,还是好人 在坏人那里,露出自己的锋芒 和自己的烈性 人需要保持一颗善心是没有错 但不是对谁都好,都没有底线 你没有底线,他们就没有原则 当善良失去原则的时候 就助长了恶 有棱角的善良才是真善良 没有锋芒,没有棱角的人 是很难在这个粗鄙的世界上走得更远 愿我们的善良都带点锋芒